防疫記者會上突然哼起歌來 柯文哲嘲諷高雄市長 陳其邁太好命 附和的是國民黨連日 來猛攻高雄市府爭取 台電補助動物園 整建經費八千萬 不過高雄市議員反擊 台北可是長期拿到最多資源 得了便宜還賣乖 長年以來高雄面對南北不均衡的發展 只是希望多一些溫飽而已 柯文哲在台北市 享有國家各項更多的資源 來挹注台北市 現在還來嫌蔡太友 這樣的嘴臉 這樣的說法令人討厭 高雄市議員強調 重工業生產污染多在南部 高雄碳排放量是台北十一倍 但不守企業總公司卻設在首都 高雄面對環境污染 台北作響稅收 也影響統籌分配款 以2022年為例 北市獲得478.23億 新北368.09億 高雄342.05億 比台北少了136.18億元 高雄市臺灣的工業重症 承擔了相當大污染的負擔 台北市及3000寵愛醫生 是在商業經濟活動上面 相當活絡的一個城市 而且沒有太多的工業設施 有心人要把它犯政治化 更反映了 那個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化文法 本來就應該制定 他們常常說 這個不公平 我說好不公平 那我們就把規則定清楚 各縣市替地方建設 向國營企業爭取經費 意註地方發展 有法源依據 陳其邁卻遭到攻擊 柯文哲加入戰局 也讓南北資源部均現況 遭到檢驗 畢竟若以長年 總體資源經費來看 台北確實比較好命 三選各自高雄駐軍 台北高雄 中央報道